古时候有一位善人 他福报很好 二孙满堂 他在临终时 二孙们跪在他床前说 你要离开我们了 最后留点什么话 让我们终生奉行吧 善人说 你们只需记住四个字 学会吃亏 吃亏是福 其实善良的人 根本不会吃亏 人生是一盘很大的棋 你在这里迂回一下 可能就在那里积蓄了力量 用佛家的话说 福报在后面 你现在所承受的 都是你起心动念所造 你将来所拥有的 都是你当下举手投足而来 巴西著名导演 沃尔特·塞勒斯 正在筹备自己的新电影 一天 正为此一筹莫展的沃尔特 到城市西郊办事 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 遇到了一个十多岁擦鞋的小男孩 小男孩问道 先生 您需要擦鞋吗 沃尔特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 刚刚擦过不久的皮鞋 摇摇头拒绝了 就在沃尔特转身走出十几步之际 忽然见到那个小男孩 红着脸追上来 眼中满是祈求 先生 我整整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您能借给我点钱吗 我从明天开始更努力擦鞋 保证一周后把钱还给您 沃尔特动了恻隐之心 就掏出几枚硬币 递到小男孩手里 小男孩感激地道了一声谢谢后 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 沃尔特摇了摇头 因为这样的街头小骗子 他已经见得太多了 半个月后 忙着筹备新电影的沃尔特 早已将借钱给小男孩的事 往得一看而尽了 不料 就在他又一次经过西郊火车站时 突然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 离得老远 就向他招手喊道 先生 请等一等 等到对方满头大汗地跑过来 把几枚硬币交给他时 沃尔特才认出 这是上次向他借钱的那个擦鞋小男孩 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说 先生 我在这里等您很久了 今天总算把钱还给您了 沃尔特握着自己手里 被汗水如湿的硬币 心头突然升起一股暖流 沃尔特不由地仔细端详起 前面的小男孩 突然 他发现这个小男孩 其实很符合自己脑海中 构想的主人公形象 于是 沃尔特把几枚硬币 塞到小男孩衣兜里 对他神秘的一笑 说道 明天你到市中心的影业公司导演办公室来找我 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第二天 小男孩得知 沃尔特让他做了新电影的男主角 在他录用合同的免试原因一栏中 只写了这样几个字 你的善良 无需考核 有一个农夫的玉米品种 每年都获得极好的收成 而他也总是将自己优良的种子 毫不利涩地分赠给其他农友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 他说 我对别人的好 其实也是为自己好 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 如果邻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 在传粉的过程中 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质量 因此我很乐意农友们 都播种同一优良品种 凡你对别人所做的 就是对自己所做的 所以 凡是希望你自己得到的 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 你若想被爱 就要先去爱人 你期望被人关心 就要先去关心别人 你要想别人对你好 就要先对别人好 白方黎老人93岁去世 登三轮近20年 为300个贫困孩子 捐出35万元助学款 那年冬天 他到天津药华中学 地上饭额里的500元 说 我干不动了 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 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 老师们全哭了 一个已经离去的普通老人 我们可能无法达到他的道德高度 但希望他的故事 能够生生不息 生命是一种回生 你把善良给了别人 终会从别人那里收获善意 无论你对谁好 从长远来看 都是对自己好 当你发现 一花 一草 一木 都在对你微笑 当你发现 每件事都充满顺缘 当你发现 身边的人 越来越喜欢你 这 就是善良的回音 六祖谈经上说 一切福田 都离不开新地 是的 新田上 拨下善良的种子 总有一天 会开花结果 一个朋友 每年都会偷偷资助 几个家庭困难的高考生 一直是别人替他联系 他从来不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 不解 问他原因 他说 一是为了维护孩子们的自尊 让他们有尊严的接受帮助 二是不让他们有思想负担 想着以后报答他什么的 那你图什么 他说 快乐和安心 这些年 我的公司一直做得很顺利 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 我觉得 这一切都离不开自己的每一个善念 每一次善行 我做点好事 不是为了扬名 只是让自己更心安 所以 我做了好事 很少有人知道 人有善念 天必又知 这个天 就是你周围的环境和人 生活 自有自己的因果循环 它不满足于任何人的私心贪欲 一直善良下去 只问自心 不问得失 我始终认为 善 是人性中所蕴藏的一种 最柔软 但却也是最有力量的情怀 不管如何艰难 我们也应该坚持善良 不管多么孤独 也要坚守人格的高尚 因为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 善良 比聪明更难 因为聪明只是一种天赋 而善良 却是一种选择 你付出了善良 或许不会马上回报 但一定 会在另外的空间节点 得以补偿 本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